我不是在這裡玩 而是跟康民署課程學打乒乓球 不過上完三堂還未懂得開球 先會教大家的握拍、控球 和正反手攻球和步法 新冠疫情下 康民署去年12月推出網上互動體育訓練課程 預算開支1,500萬元 預計合共舉辦200項課程 每個小時的課程平均花費2.5萬至3.7萬的公堂 頭30班反應熱烈、96%門額 平均出席率達七成 究竟實際上課是怎樣的呢? 50個名額的課堂 只有13至15個人上課 大半都沒有開鏡頭 一個小時的網課 就未教過開球、對打 可能真是很悶 這位同學分心玩filter 當然面售一定會好一點 即是你上學也是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如果面網課來算 可以學到 和可以教到的東西都算多了 他真人一對一的教學 每個小時只需要380元 為什麼網課成本每個小時高達成30元? 教練實際可以收到多少錢人工? 他就說不方便透露 我們聯絡了負負責課程的香港乒乓球總會查詢 他都有成一半顏色畫面 如果他做得不對或受傷 我們都不知道 他不開的 我們就不會強迫他開的 他透露 乒乓球總會 4月至6月舉辦的課程收入 佔預算開支不足十分之一 問到為什麼課程成本會這麼貴? 他估計和儲方的技術支援有關 他那些技術都可以很貴的 我所知他們會投標的 但你們錄的時候 在哪間我們自己可以? 我不知道 是康文書接觸我們的 因為他最初是搞了那些體劇 健體之類的網課 後來他想將這個網課多元化 再找其他總會一起合作 網球他們那些 有這樣的提出的 那顆牌類會出的 那麼長之類的 大家都覺得是有點困難的 網球手上網截擊可以得分 但上網學網球又是否學得成呢? 康文署近日就說 不再舉辦網上網球課程 香港網球總會就說 不願意透露太多 只是課程已經完結 至於原因是否涉及收心不足 網總就叫我們問康文署 香港01就1500萬的預算開支 多次向康文署查詢實際分項詳程 康文署都拒絕披露 只是強調會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招標 只會進行 討論蛋糕 即時 行 選擇 混乞 擱